纳英 周迅 求你俩别来脱口秀大会了 没那个能力啊 大家好 我是薛苗 前段时间做完歌你好后 我便马不停蹄地开始补起了脱口秀大会 原因无他 在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开播以前 脱口秀大会可能是我唯一的快乐源泉 难道我还指望国内的喜剧电影吗 看这个节目没什么负担 主要就是看段子 喜欢的多刷 不喜欢的一笑而过 场间配合嘉宾选手的现挂 观看体验非常轻松 即便有些段子会引起争议 但节目更多的还是快乐 特别是近几年 内余综艺满地飘零的环境下 这份简单的快乐就显得格外珍贵 正因如此 脱口秀大会的评分一直稳定在7.5左右 然而最近播出的第五季评分 却断崖式暴跌至了5分 脱口秀大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点开老板李戴的视频 下面的评论全都是整齐划一的换领校园 所谓领校园就是节目的嘉宾 在前两期突围赛阶段 领校园除了常驻的李旦大张伟外 还请来了周迅 纳英 都是响当当的大咖 但一个演员 一个歌手 怎么看都不适合来脱口秀大会 这样的语言类节目 在例行的嘉宾交作业环节 纳英表演时全程看提思记 下场时紧张的差点走错 周迅自己一个人没法说 还要李旦带恋 没那个能力啊 当这样的人掌握突围赛选手的身杀大权 结果可以想象会有多失控 第一期开头 小鹿拉红桑的PK 就几乎是整场比赛的缩影 从业八年表演乍场的小鹿 被初出茅庐 表现远逊于自己的拉红桑淘汰 原因竟是周迅光顾着笑 忘记拍灯 多稀罕哪 你考上了北大 但学校忘记给你发录取通知书 这俩实力悬殊的对决 也完全不是他们的本意 而是纳英从中起哄的结果 小鹿你必须挑战他 你知道吧 你必须挑战他 挑战谁 阿博卓 他都阿博好几回来急死我了 啊北大还给你发了一个蓝翔的通知书 唐国祥老师跟你说 你本来就会开挖掘机 观众不是不能接受暴冷 笑点因人而异 只要给到让人幸福的理由 但小鹿的淘汰是完完全全的技术失误 他暴露了周迅不懂比赛规则 纳英破坏比赛规则 一个太冷淡 一个太热情 冰火两重天让突围赛充满了意外 先说纳英 脑子跑得快全靠嘴巴带 著名的心直口快性格 他这个性格放到明星综艺里 去撕那些道貌黯然的绿茶 会让观众大呼过瘾 但脱口笑大会的选手 是一个个讲段子的普通人 即便小有名气 也难以望其向背 纳英在这个节目里 依然我行我素 就显得为老不尊 首先没有边界感 不光自己要拍灯 还要拍大张伟的灯 一连拍了三次 就想拍就拍 好声音当年 要不是导师座位隔得太远 这是估计纳英早干了 大张伟不拍 那是要留着大局观 被纳英这么一搅和全乱套了 肯定要有人说 现场气氛到了 大张伟早晚会拍的 那请问 大张伟拍过纳英的灯吗 纳英是心直口快了 大张伟以牙还牙了吗 他敢吗 可怜的大张伟被拍了 还要帮纳英解释 您帮我拍也是对的 因为我心里 你代表了心里的我 没错 值得拍 是不是 很多地方 真的很有意思 一个随性了四季的人 被纳英活生生的 逼成了董事的郭麒麟儿 其次 完全以自己为中心 纳英拍灯的理由 要不就是八卦 要不就是俺也一样 不禁于谈到他老公 他说俺也一样 就说我们都是属于那种 有话直说 从来不拐弯抹角 小鹿谈年龄焦虑 他说俺也一样 跟我去乘风破浪的姐姐一样 陈鹿辽走错包厢 他说俺也一样 是我们经常干这事 所以就感觉走进了我心里 因为我们家也养狗 就像照到了我自己一样 突然间想起了我们家那俩魔鬼 东北人自带的那种幽默 表面上是在夸别人 实际上还是在说自己 顺带分享人生经验 看似很真诚 其实很自负 脱口秀大会里 有各行各业的人 分享自己的生活 除了理解 共情 更需要尊重他人 作为独立个体的能力 但纳英 没那个能力啊 我特别讨厌这种 扎堆到年轻人里 就迫不及待好为人师的长辈 宋坦丹 我说的就是你 每次纳英讲话 都感觉他参加的是 中国达人秀 台上的选手不是在笑 而是在感动的痛哭流涕 为了证明自己 听懂笑话 他还一定要解释包袱 生活当中 很多的东西很形象 就像我们每个人身边 发生的这种喜剧色彩 发表重要指示 我觉得这个漫才 值得推广 强调人文关怀 他这个和谐和温暖的家庭 父母给予他 在这个疫情期间的那种温暖 可怜天下 父母显身 这这你不要再说了 简而言之 纳英在节目里 是一个放肆到猖狂的形象 但和周迅比起来 他至少积极的参加到了节目的录制中 饱受诟病的拍灯问题 在第二期也有所收敛 周迅呢 那真是 周迅在干嘛 周迅状态 我简单统计了一下四位领校员拍灯的数据 李旦42次 大张伟36次 纳英38次 还没算上他给大张伟拍的那三次 周迅25次 全场最低 你说他笑点高 他也没发表什么深刻的喜剧批评 甚至连流畅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没有 说的最多的就是 对 奶茶 还有那个 对 那个BBQ 我喜欢他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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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好 那个 对 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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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喜欢他这种慢悠悠的 然后那种 对 再不然就是回忆以前的节目 我猜周迅看的时候大概就是跳着看段子 忘记看领校员应该做什么了 节目里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神游 啊哈 要优雅 啊哈 要美美的 啊哈 要卖贵妇高 很多时候大家都拍了 他还没有拍 还要李旦起身提醒才知道拍 姐姐 您是在上班呢 能不能认真一点 周迅这次被口诛笔伐的主要原因 是落差 年少成名的他过去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灵气 共情能力强 然而 当领校员的这两期里 他却是木讷 呆板 昏昏欲睡的 当美国总统合适 当领校员真不合适 不少人拿周迅演员的成就来洗白周迅作为领校员的问题 但领校员不是什么要求很高的工作呀 不需要你的学历 不需要你的资历 需要的是你的真诚 流畅的表达都是其次的 你只需要跟大家笑 适时的拍灯 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的两点 现场随便抓一个观众都能做到 但周迅居然奇迹般的一个都没完成 全程心不在焉 他身为演员 连逢场作戏 装装样子都懒得费劲 如果说纳英周迅 在领校员上的失职 还只能算是扫兴的话 那么接下来一段表演 就引爆了观众压抑已久的愤怒 把矛头直指两位领校员 外卖员南瓜和大家分享了自己送单时的经历 因为蛋糕一岁 一年要被迫过好几次生日 把给狗的蛋糕送给老板 老板还夸自己来世 看到收到花到处炫耀的人 就畅想有一天也能有一个金头盔奖 让自己也过过瘾 整个表演有自嘲 有小人物的心机 还有被尊重的渴望 南瓜被每日重复的送单生活禁锢 却在脱口秀的世界里找到了自由 如此精彩的表演 周迅纳英一个都没有拍灯 在后续阐述原因时 更是完全暴露了他们对外卖员的无知 纳英说了那么多次 俺也一样 却以为虚构的金头盔是真实存在的 人设完全崩塌 在外卖这个行业 然后你拿一个最佳外卖小哥 拿着金头盔 你就来这儿再继续脱口秀 看到这里我根本笑不出来 感觉和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厚厚的仗壁了 在伤疤上画了一个卡通画 换来的只有一句客套话 这一段谁看谁生气 不禁让我想起了导演 请止教理韩雪自导自言的短片 外卖员用着iPhone 住着豪华单间 而身为导演的韩雪 却不觉得自己哪里有问题 近些年的都市剧 快递员外卖员 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垃圾厂 只要角色落魄了 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外卖员 他们在这些创作者的刻板印象里 出卖体力 谁都能做 只比乞讨稍微体面一点 但没有一部作品 真正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南瓜表演的最大意义就是告诉大众 这个世界也是五彩缤纷的 让他晋级是对他人生的肯定 是对他理想的成全 但周兴和纳英却对这样的人生和理想 吃之以鼻 我们认为的快乐对他们来说好像真的不算什么 这种突然增加的具体感 造成了血崩式的好感暴跌 当你用这个逻辑去反推纳英周迅不拍灯的理由时 就变得非常玩味了 孟川的兄宅 橙色预警的诈尸 Kid的塔罗牌 周迅不拍灯 是当时在讨论哪家奢侈品送的物资更新更全吗 明星的快乐 我们好像真的无法想象 当然节目口碑滑铁炉的原因 除了两位领校员外 核心原因还是老板李淡的失职 没想到他选领校员的眼光比选股票的眼光还要差 一个敢请 一个敢来 你在和周迅聊天的时候就没发现他表达能力不行吗 请完宁静请纳英 就这么想蹭浪洁的热度 你是一个搞笑节目 0713的性价比难道不更高 领导一拍脑门就把人选了还不改变赛制去平衡 他们没经验 节目做到第五季你也没经验 上一季杨岚宁静的教训一点都没吸取到 这个有点欠考虑吧 一直用这个赛制 减少拍灯的权重把投票权交给观众呀 考编制面试不靠谱你就改比试啊 他呢就不改 就只看到流量 看不到公平 退一万步说 不改变赛制 那就以身作则 大局观一下控一下灯 李淡呢 光让大张伟大局观 自己我行我素 全场就他拍灯最多 拉红桑和小路那里 你要是不给拉红桑拍 他至于被捧杀 最后没办法 只能动用复活名额 一人一个 周迅一个名额哪够啊 四个复活名额里 有三个都是因为他没拍灯 南瓜只能遗憾离开 复活名额应该给那些PK时 旗鼓相当最后一难屏的抢手 要的是众望所归 而不是因为一个个低级错误 大家帮你擦屁股的亡羊补牢 大家为什么怀念老罗 原因很简单 就是这样一个以轻松搞笑 为主题的竞赛节目 你不能完全失控 完全自由 还是要有大局观 你可以把随性当成卖点 但随性也应该有底线 一个稳定的结构 才有利于脱口秀出圈 秦领校园的初衷也是为了破圈 但盲目追求明星效应 不顾节目效果 现在却反射了节目 退休大妈海军 吹士兵 视障人群 中国的第一颗人工心丧 这些才是节目应该出圈的人 不是俩飘在天上的领校园 这种反射带来的影响是不可逆的 今后大家都会格外关注领校园 这种宣兵夺主 对于精心准备作品的选手来说 无疑是一种不公平 总的来说 托五的差评来源于 它破坏了节目 一直以来的草根气质 如果节目继续不思悔改 它的上限 必然不会太高 好消息是 经过了一二期的波折 第三期 纳音和周迅总算走了 张姐又唱又讲 让人如听仙乐而在鸣 谢娜 你老公真棒 杨超越大方得体 怎么看怎么顺眼 啊 节目成功地完成了一次 对观众的CPU 但坏消息是 第四期 纳音又回来了 还带上了余文问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2 也有纳音哦 那么卷土重来的纳音 能否控制住自己发财的小手 同为浪姐的余文问 是力压前辈 还是重蹈覆辙 马东李旦 谁是迅音高手 我们一同期待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分享给你的朋友 分享给你的朋友 点个关注 以后常来玩啊 我是萱苗 祝您生活愉快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